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萌阳 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7号 星期三 亚太时间是9月8号 星期四 今天还是要重点说卢定县的地震 我们要提醒当地的灾民尽可能的彻底灾区 因为次生灾害可能要来了 另外还要谈谈四川地震多发的原因是什么 根据四川当局通报 截至到今天下午2点 卢定县6.8级地震已经造成了74人遇难 这比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通报的人数又多了8个人 我们希望遇难的人数别再增加了 在这74个人当中 其中甘兹州有40人 亚安市有34人 另外还有35人失去联系 这35个人当中 甘兹州是14个人 亚安市21人 此外还有270多人受伤 地震台网通报 当地时间上午8点34分 卢定县再次发生了3.0级地震 震源深度是12千米 这是卢定95大地震之后发生的第14次余震 此前的13次余震最大的震级是4.5级 发生在今天凌晨2点42分 震中在四川省亚安市石棉县 震源深度是11千米 大地震加上频繁不断的大小余震 灾区的百姓 时时刻刻都是提心吊胆 有当地的网民留言 已经被摇得神志不清了 有的说又被震醒了 我好想哭了 两天没睡好觉了 有的说卢定人要下风了 也有的说 这种阵法还要持续多久啊 人在失眠真的要精神衰弱了 中共官媒今天报道 卢定大地震的震感强度大 而且有震感的范围是相当广 除了四川省 还有重庆市 云南省 山西省 贵州省等地区 都有震感报告 另外据气象部门预计 当地时间今天晚上开始 地震灾区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 雨量普遍中雨 局部有大雨 特别是刚刚遭受地震重创的卢定地区 会有大雨到暴雨 亚安镇区会有中雨 局部地区有大雨 气象部门提醒各地要格外注意山体滑坡 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和山洪危险 区危险 特别要关注公路两侧山体可能出现的崩塌落石等灾害 这才叫乌漏偏逢连阴雨 昨天我已经提到了 这对救援来说又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对那些失去联系的人来说又增加了很大的危险 此外还有同样可怕的危险可能很快就要来了 需要当地的百姓赶紧逃离灾区 今天中共官媒半遮半眼报道了这么一个讯息 在昨天下午抗震救灾新闻发布会上 有关部门通报大渡河一级直流湾东河出现断流 形成燕塞湖 因为鲁定县得妥阵湾东村右岸山体垮塌 阻断湾东河右主之沟形成燕塞湖 不过有关部门随即轻描淡写 声称目前已有较大自然泄流 风险总体可控 受威胁群众已进行疏散转移 四川消防总队有关人士告诉界面新闻 燕塞湖情况问题不大 被困群众有较多 但都在有序转移 这个问题不大 说明了那还是有问题存在的 但究竟这个问题究竟是多大呢 是什么情况呢 界面新闻采访的多位燕塞湖下游 东湾村村民从他们的口中得知 地震造成村里多人上网 昨天上午10点多 有两架直升机出现在了湾东村上空 但是村里边很难找到一块开阔地 适合直升机降落 而且伤员又分布在零散的聚集点 所以救援人员和村民们是花了很长时间 才将第一批商员运上直升机 可是每架直升机 以一次它只能转运四名商员 直到下午四点钟 总共才运走了十多名商员 目前村里面还有二三百人在等待着转移 而且多数人是处于失联状态 湾东村民刘军介绍 湾东河断流六七个小时 就在村庄上游一公里的位置 形成了燕菜湖 因为道路被堵断 人们没有办法前往排险 大家注意这里的信息 位于燕菜湖下游的东湾村 有多人伤亡 虽然直升机已经开始转运商员了 但是地面道路不通 直升机运输受到了影响 所以还有二三百人 急等着转移 地质学家范晓昨天向界面新闻表示 虽然有泄流 但这并不意味着燕菜湖风险已经解除 因为不知道现在过流流量多大 以及燕菜湖蓄水量有多大 关键看是不是有溃坝的危险 以及溃坝的规模大小 横断山研究会首席科学家探险家杨勇告诉界面新闻 湾东河在大渡河的一级之流 源头在贡嘎山南渝外 山顶中年积雪并且有现代冰川 海拔超过5000米 是大坡降短程河流 长度不到100公里 注入大渡河大岗山电站水库 杨勇指出 虽然燕菜湖并不是在大渡河干流形成的 而且下游也正在转移 但要注意降雨过程和冰雪崩塌 可能在生成燕菜湖的可能性 杨勇还表示 此前四川出现了持续的干旱 这可能导致未来两个月出现持续较强的降雨天气 地震导致山地掩体松动 危严密布 泥石流物源增加 遇到持续降雨过程会加速撑灾 对震后刺生灾害的防范可能是一个长时间过程 作为地质学家 我相信范晓和杨勇对于说什么怎么说 都有他们自己的尺度拿捏 他们不会轻易的肯定什么 也不会轻易的否定什么 我们如果明白专家这一点 就应该知道从专家的说法当中 我们会得到什么信息了 曾经前往云南实地采访小花梅舅舅的赵兰健先生推文表示 他和范晓、杨勇都是老朋友 赵兰健表示 他们这样看燕菜湖 目前看上去可控 也是因为地震没继续 即上游还没下雨 唯一是祈祷 这几天天上不要有雨下 我们结合中共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 镇区卢定和亚安最近两天都会有中到大雨 我希望这个时候的气象预报别太准 等灾民们都转移之后再去下雨 不然会发生什么真的后果很难预料 赵兰健在推文中直言不讳 他说这些名人大咖都不敢说的话 疫情旱灾地震之后就是山洪 三缺一了 本推今天就说了 洪灾就要来了 就在四川山洪或燕赛湖 尽可能早一点告诉更多的当地人 不要被封死在家里 在楼里命只有一条 好自为之 事实上就在地震9月5号的当天晚上8点 四川水利厅就已经分别向甘兹州和亚安市水利部门 发了一份紧急通知 要求要做好人员避险转移 其中要求督促卢定县石棉县立即组织下游 可能受威胁区域群众 避险转移 做到应转近转早转快转 从当局紧急通知这个措辞中 我们也可以感到这个事态的紧迫性 我不想渲染什么 但是我也像赵兰健先生一样提醒人们 如果能够联系到四川当地的百姓的话 务必提醒他们 无论用什么办法都要尽快地撤离危险地带 以免发生不错 如果名人大咖和赵兰健先生所提醒的这些情况没有发生 那自然是最好的结果 可是如果不幸被他们严重了 提前做了准备 那么就可以将损失降到最低 让我们一起为灾区的百姓们祈祷 希望他们尽快地撤离危险区域 希望他们都能够平安归来 这次卢定地震 当地百姓的伤亡相当的严重 一位化名罗纳的女士 昨天告诉大纪元 山下的村子情况很严重 罗纳是在山上 但是房子也已经受损了 游客们都是在外面的帐篷里睡觉 等待着救援 罗纳表示现在只能走路下山 需要很长时间 开车肯定是不行了 山路都被滚落的山石给堵住了 罗纳介绍呢 镇央摩西镇很多房子垮塌了 伤亡惨住 但是由于疫情封锁 救援相当缓慢 罗纳说 摩西镇上的好多房子都垮掉了 不少村民都死了 挺惨的 还有里面没出来的人 死亡人数还得增加 亚安市石棉县那边灾情更严重些 当局只允许官方救援队进去 因为疫情控制 现在不允许社会车辆和人员进入灾区 罗纳说 事先没有预警和预兆 一看网上才知道 随后网络就断掉了 现在还没有恢复信号 6号早上还有余震 震级比较小 卢定县居民林磊表示 地震导致当地的房屋出现了很多裂缝 也有很多坍塌了 电力供应也中断了 他说大部分人还待在家里边 靠山边的都是在帐篷里 摩西镇昨晚还有余震 林磊说 毕竟这里是山区 地震后信号都断了 暂时不缺水 电挺困难 挺多地方都在抢修 摩西镇上有一部分恢复了 有一部分还没恢复 海洛沟那边受待严重 海洛沟有两个宾馆直接垮塌了 里面有人 但是呢 这么严重的情况 中共却不允许社会力量前摆救援 只允许官兵进去 他说现在因为疫情管控 政府不让闲散车辆进去 只有武警消防特殊救援 和自己村子组织的救援队允许进去 其他一律不准进 要是没有疫情管控的话 外面会有大量的救援人员和车辆进去 这个魔鬼政权 它是想方设法阻止人们前往救援 媒体早就报道了 比如像台湾 一直都在等待着中共方面的消息 希望派遣救援队前往救援 但是中共就是不理睬 昨天我就说防疫 这才是中共的第一要物 什么都没有防疫重要 至于救灾 对中共来说并不重要 最多不就是死几个人的事吗 而且地震死亡也不用赔偿 这个魔鬼 它吃人从来不吐骨头 让人们死的是巧不生息 林磊还谈到了地震当时的景象 谈起来他仍然有些后怕 他说地震的时候 就听见特别大的一个响声 然后大家就开始往外跑 可能是经历过了512汶川大地震之后 人们都比较警觉了 他说我亲眼看见了山垮塌了 感触挺多的 我看到了山裂浓烟滚滚的 就感觉挺吓人的 那个山要裂开似的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 为什么四川地区最近这几年是高发地震 这个原因在哪呢 赵兰健推转了一篇范晓昨天发表的文章 其中谈到了一些相关内容 范晓在文中列举了今年5、6月 发生在四川的三次中强阵和强阵 5月20号四川亚安汉远县的地震 6月1号四川亚安庐山县太平阵地震 和6月10号四川阿巴州马尔康地震 范晓表示 汉原、卢山和马尔康的地震 都与巴奖喀拉地块有关 这个地块近期出现了相对活跃的状态 他认为这是造成地震的主要因素 除了笔墨浓重渲染板块运动之外 范晓也提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四川地区河流上建造的水库 去水雨后诱发地震十分活跃 范晓表示 金沙江上的最大水库 白鹤滩电站水库 霸高289米 库容206亿立方米 2014年4月下闸蓄水后 这个水库在短短80天 水位从海拔655米 升高到775米 升幅高达120米 是世界水库蓄水史上罕见的 旅居德国的知名水利专家王伟洛不认为是什么板块运动的原因 他认为这是中共的一个借口 但是对河流上建造水库这个说法 他是持相同观点的 而且他认为这个才是造成地震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昨天王伟洛接受了大纪元的采访 他直言是中共的水电大开发推高了地震风险的问题 王伟洛指出 四川的一半是青藏高原 如今还在不断台盛 以前四川地区就是地震高发区 但以前没有近几年高 中国在部署西部水电大开发的过程当中 比三峡大坝还要高很多的大坝都在建在这个最危险的地方 王伟洛说 这次发生的6.8级地震 那条大渡河上建了多少坝 在地震区的上面还有一座大坝 那是世界上绝对最高的大坝 是世界第一的大坝 坝高314米 他说三峡大坝的绝对坝高才181米 而这个大坝绝对的坝高是314米 他叫双江口大坝 在大渡河上 就在这次地震的北边 他说大家去想 世界上最高的大坝的一半都在中国 就在四川和云南 所以地震你都可以预见的 王伟洛特别指出 中国有很多专家也认为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就是由成都旁边的紫瓶铺水库诱发的 王伟洛表示 其中认为紫瓶铺水库诱发汶川地震的体制内专家当中 就有泛小 这就叫水库诱发地震 王伟洛说 2008年 时任中共总理的温家宝 本身就是地质专家 当年他到达四川汶川的时候 第一站就是去了紫瓶铺大坝 王伟洛介绍呢 当时紫瓶铺大坝的上面已经被毁坏了 就差一点点啊 那个大坝就叫溃坝了 中共知道要发生地震了 所以赶紧把紫瓶铺水库的水放下来 可是就在水被下来的过程当中发生地震了 当时温家宝把他手里能调动的武警都往那边安排 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地震高发的 你在上面加建大坝就是增加了风险 今天早晨呢 我和已经逃亡到美国的赵兰健先生呢 通了一个电话 他向我做了不少通俗易懂的解释 赵兰健告诉我呢 早些年他曾经和中共的地质专家杨勇 一起用七八年的时间考察了江河流域 看到中共在很多的河流上都建造了水电站 这些就是影响断裂带的重要原因之一 赵兰健表示 中共几十年大开发乱开发大量修建水电站 过度的开发水电 却没有考量这些巨大负重 对自然地质地壳平衡的影响 水坝巨大的蓄水泄洪的这个过程 过去千万年来 地质结构自然演进的过程当中 地球固有的板块架构之间的力学平衡 从来没有经历过 比如建在龙门山地质活跃带上的那个子瓶铺 水库 范晓和杨勇呢 都曾经把它比作是瓦砾堆上放了一个巨大的水盆 因为重量在不断的改变嘛 去水就在增加重量 这势必会对原本的瓦砾堆产生力学改变 发生地震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也就是说呢 中国在各条河流上建到的大型水库啊 大量的蓄水已经对地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有句话嘛 叫远途无倾在啊 时间一长 蓄水量一多 那自然就会感觉到重量 这个就像我们玩过的那个翘翘板一样 那些大型水库慢慢的就把这个地壳的一端 给压了下去 所以断裂带就变得活跃了一些 而且中共建到的很多水电站 发电并不能储存 再加上经济和房地产业下滑等等因素 导致了钢铁业产能也是严重下滑 很多已经建成的水电站被迫就闲置在那 赵兰健表示呢 说这些年当中 三峡水电站有很多机组就是闲置的 等于是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被闲置了 但是这些闲置的机组对环境产生的破坏 却是恒定的 无论水电站赚不赚钱 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是全民代价的 有些影响目前能看到 有些目前还看不到 赵兰健忧心的对我表示 中共过度的水电开发是中国已经没有自然河流了 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哀 对江河全部斩尽杀绝 连一个最后可以做生态试验的天然河流都没有 一个可以保留的自然不不管河流都没有 没有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点点的可能性 他说未来我们的小孩 永远也不会有漂流一条完整河流的这种生命感受和人生体验了 甚至连看见一个完整自然生态的河流流域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中共做的这些 他说全是断子绝孙的事情 可怕程度远比收入下滑 经济下滑房子卖不掉 可怕得多 他痛心的表示 未来的中国孩子们如果想看看真正的天然河流 只能去欧洲澳洲北美南美 这是中国人下几代人他们的悲哀 中共的这些做法已经不是卖国的问题了 他说这是出卖全人类社会的问题 因为河流的利益不能以国家利益来划分 它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 赵兰健最后提到了 怒江的系列水电站打开发 他认为怒江水电站进程是中国江河全部电站水坝化的终结 而怒江还不只是中国国家利益 怒江是国际河流 所以怒江水电站的问题迟早是一个火药桶 无法回避 最后还是要重复一下 本周六就是中秋节了 河流在这一天邀请了几位自媒体的大咖 要在新门看点频道和会员频道做一次特别直播 目的就是向大家和我们的会员朋友表示一份谢意 时间就在9月10号本周六上午的11点开始 时间总长度是两个多小时 目前我们的会员节目已经转到了新平台了 网址链接就在YouTube视频节目下方 大家可以点击进入 免费注册以后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了 像这样的活动我们以后会经常搞 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订阅一下方便以后观看嘛 当然了这也是在帮助我们破除打压和对我们的经济封锁 这是实实在在的对我们的支持 现在呢我们的会员节目正在搞一个优惠订阅活动 只需要49美元您就可以多看上半年的会员节目 以前49美元只能看一年呢 如果您现在订阅的话呢可以看1年半 18个月的节目 这样平均下来的话 每个月还不到2.7美元 这个比一杯咖啡的价格要低得多呀 我们的优惠订阅呢将在9月18号结束 然后就会恢复到原来的定价 所以大家现在订阅是很划算的 另外还有就是如果您愿意对我们进行赞助的话呢 在订阅页面的这个旁边有一个188赞助计划 您可以在这里向我们捐款 我们也会不定期的搞一些活动 来向大家表示感谢 那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明天再会